大家好 歡迎收看7月23日星期四的天下新聞 我是楊蘇蘇 立即帶你關注今天的頭條新聞 美國新冠疫情星期四再次轟響警鐘 全國過去15天裡有100萬人感染了新冠疾病 確診人數今天衝破了400萬 多次淡化疫情的總統特朗普現在也改變政策 東出民眾要注意防疫 而勞工部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 受到疫情暴漲的影響 全國又有140多萬人領取失業救濟金 美國就業市場前景令人擔憂 新冠疫情星期四再次超越了一個嚴峻的里程碑 在報告第一個新冠病例三個月之後 全國確診人數已經超過了400萬 近期疫情惡化 多週的重啟被迫叫停 剛剛從開大門的商家又要再度停業 就業市場也都隨即受到重創 勞工部最新數據顯示 截至18日 全美上週有超過141萬人初次申請失業救濟 比前一週上修數據之後 還要多11萬人 也是近四個月以來首度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 勞工部今天公布的數據 和每月就業報告調查期重疊 7月就業成長和失業率恐怕不容樂觀 在首府華盛頓 參議院共和黨人星期三晚結束了 和財政部長以及白宮辦公室主任的會晤 雙方就第五輪紓困法案展開了商討 雙方會後都表示談判有積極的結果 但總統特朗普此前力推的薪資減稅 將不會包含在這份紓困法案中 從目前已有的信息來看 最新的紓困計劃總額將達1萬億 當中有160億用於新冠檢測 這份由參議院共和黨主導的法案中 學校重開將是重點項目 法案將分配超過1,000億元資金 給實施實體校園重開的K12學校 目前聯邦比出的每週600元失業寶座能否得到延續 將是民主共和兩黨之間最大的爭論 共和黨人希望透過取消或者減少這個福利 促使民眾上班工作 而民主黨人則是希望將這個寶座延長至明年1月底 外界此前預測 如果共和黨人沒有在星期四前推出這份提案 那麼民主黨人則需要等到27日才能夠 可以開始與共和黨人辯論 如果每個星期的聯邦失業寶座得以保留 雙方就必須在四天之內達成共識 另外聯儲局今天暗示在進一步了解新冠疫情 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之前 他們可以接受維持現有政策不變 當局將會在7月28日至29日舉行政策會議 屆時官員將會就維持低利率幾長時間等議題進行討論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 大家好 大家好 感谢观看